早安现场 现在你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宛如 我是谢嘉欣 现在时间是台北早上的7点18分35秒 在今天我们访谈的第一个单元则是要来探讨的是 这个昨天黑色星期一啊 这个全世界各国都在紧急救股市 我们看到在台湾昨天曾经一度大跌了狂蟹583.85点 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说是破了史上的记录 是另外在美国股市的方面 道琼工业指数在昨天礼拜一的时候 才开盘了90分钟就大卸了1000点 是所以投资人看的心中是七上八下 是没错 那到底投资人该怎么样的是 这个应该要退场吗 还是说应该要寻找另外的投资标的物来规避风险 可是现在已经跌了这么惨了 难道任赔杀出吗 对我们今天将会为您 超会将为您连线到的是中央大学经济系的教授 邱俊荣老师来跟大家谈论这个主题 邱老师早安 早安 好 老师您先告诉我们一下 现在投资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金为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因为如果你投资的标的 眼见着它是逐渐叠加的话 恐怕尽早把它还成现金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好 那这是第一个 那简直来讲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应该换成现金 但是如果你现在手边有的股票 你还是得去判断一下 譬如说它是不是已经低于尽职了 或者是它所属的产业 或者是这个所属的个别的企业 它将来的发展性怎么样呢 如果确定它在这个盘势里头 将来可能很难再涨回来的话 现在趁早停损出清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方法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知道有趣的事情是这样 这个所有的货币 不可能所有的货币都贬值 因为货币是相对的 就是这样有贬 它就相对的 另外一种货币一定升值 所以这个某一种货币 永远是可以这个投资的标的 那在现在看起来 大概比较大确定可以保值的 甚至可以升值的货币 一个大概就是美元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银磅 因为这两个国家其实都已经很明确的宣誓 它会有一个升息的进程 那通常升息这个国家的货币就会走强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所以如果想要有一点这个 除了台币现金以外的投资标的的话 可能美元跟银磅是可以考虑的对象 那除此之外呢 大概会比较这个确定的 比较保险的 譬如说像政府公载 只要这个政府不会倒 通常它的报酬是可以确定会实现 是比较稳健的投资 比较稳健的 对 所以大概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都要特别小心 当然你也有人建立说 在这种荒乱的时代 黄金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对 黄金大家都会想出可以避险 对 但是因为黄金的这个价格 有的时候波动其实也蛮大的 那到底这个黄金的价格 一定会维持在这个高档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思考看下 譬如说如果美元真的走强的时候 其实黄金很可能是会叠价的 那所以黄金这样的一个投资标的 恐怕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 是那也有人会思考说 这个那如果我改成投资 某一种基金或者是房地产 或者是甚至是艺术投资呢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起伏波动很大 那第一个要避免的应该就是房地产 那房地产因为简单来讲 这一次的这个为什么这个股票市场 杀成这个样子 其实有很多个不同的这个原因 除了实体经济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开始走弱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过去为了要营造所谓的经济荣景 实在是透过印太多钞票去堆积出很多的泡沫来 那这个印的钞票所堆积的泡沫呢 很大一部分是在股票市场 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房地产市场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泡沫在破掉的这种 整个崩盘的时期的话 房地产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标的物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作为一个长期持有或者是自助 那买房地产现在是有点可以考虑 但是你要考虑的恐怕是要不要在等一段时间 它可能价格会更低 那如果你是纯粹做短期的投资考量的话 恐怕房地产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 那如果像艺术品这个东西的话 那其实我们要说它永远没有一个标准价格 所以它也很容易会受到景细波动的影响 除非是那些真的价值不菲 可以流传千古的这些名作 或者其他的这个投资标的 都应该还是要抱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所以等于是告诉投资人 就是现在你有一笔资金的话 你要注意分散你的风险 就是要有一些专业的判断 刚刚邱老师有告诉你该怎么做了 不过老师这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说 反其道而行 一些反向来思考 就是现在跌得很惨 那我是不是这时候可以进场呢 或者是说我什么时候才知道 已经跌到谷底了 我该进场了 然后接下来可以等一片荣景大赚一笔 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最近看起来是比较少 我们一般来说的逢低买进是一个好的投资策略 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衰退 我们现在都要担心它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担心 它可能不是一个短期间的衰退 所显现的这个现象 它可能是一个反映一个比较长期经济问题的现象 那我们刚刚在前一段也稍微提到了 比如说这一次整个全球股市 开始下跌的震央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人都认为它其实是从中国来的嘛 那中国的经济为什么 或是中国的股市为什么会衰退的这么严重 那其实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 它已经堆积了太多的泡沫之外 第二个就是它的实体经济的确是不太好 比如说我们从数据上面会看到 它的整个出口起不来 那整个7月份的这个衰退 出口的衰退相对于去年 大概衰退了将近9个百分点 好 那我们要驱动经济成长 不关乎几个力道 要不然就是出口 要不然就是内需 但是偏偏它的内需也起不来 那其实原本中国是很希望 透过另外一个泡泡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股票市场 所以你看它前一阵子 拉抬股市拉抬成那个样子 其实就是希望说是不是人民能够从股票市场赚到一点钱 然后就把它转化为消费的动力 所以内需的力道就来了 结果没想到它这个内需的动力起不来 因为股票马上又跌下来了 那出口的动力也起不来 再加上它也没有办法再投资 因为它的过度的投资 那种高耗能高污染的投资已经太多了 所以过去这两波 一个是这么奋力的拉抬股市 另外一个就是这么大幅度的让人民比贬值 其实它向全世界传递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讯号 就是它的经济真的不行了 那这样的讯号其实马上就引起全世界的恐慌 因为毕竟它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那船舟的人都要靠把东西卖给它 把资源卖给它 把商品卖给它 所以这些国家当然就非常担心 所以这些透过实体经济所带来的这种传递效果 所造成的信心崩盘 再加上原本堆积的泡沫 这两件事情众和来看 就造成了这次非常恐慌性的卖压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大陆打一个喷嚏 结果全世界的一些重要的股票市场 也跟着下跌震动 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火车龙头的角色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看不到它短期间有改变的可能性 因为它已经不止 它不是像雷曼兄弟一样 就是纯粹是一个金融面的问题 因为它牵涉到的就是中国实体经济的问题 它的实体经济 它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存在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使得它短时间之内 譬如说包含了 它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它的低成本的这个优势 已经让给像印度了 或是印尼这些国家 再加上美国这几年 它在做的事情叫做再工业化 就是它让很多的制造业回到美国去生产 所以我们看美国现在景气好的很 但是它对亚洲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大 不像以前美国只要景气好 亚洲的出口就万事OK了 现在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种种的外在因素 都让现在东国这个实体经济 它的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变得没有办法收拾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所以正因为它反映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现象 所以恐怕本时间要找一个所谓可以这个买进的这个点 恐怕不是很容易 有的时候比较这么反弹 意思就是投资人 还是要再等一阵子 没有错 我们在今天连线访问到是中央大学经济系的教授 邱俊荣邱老师 这个老师很深度的跟我们来分析 到底现在呢 股市甚至全球的股市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接下来呢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反弹回升 是这个要反弹回升 就是想要逢低买进的朋友 需要好好的再等一下了 那如果是现在已经被套牢的朋友 他们也有在期待说 有没有可能到一个低谷 暂时的会有一个反弹的局势呢 老师 当然不是不可能 因为所有的这个像这种股票市场 这种这这样的市场一定是 只要低到一个程度 一定会有这个承接的力道在 包含可能政府会护盘 这种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如果你要做短线的话 当然不是不可能 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它如果整个大趋势 是在往下的时候 纵使它在某些时候 会有这个反弹 承接的这个力道出现 但是它恐怕 第一个它不是非常大 第二个它可能非常短暂 所以你就要非常精确的去 非常小心的去抓住 那个可能的这个机会点 要不然整个大半一直在往下的时候 恐怕要去做这种短线的操作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那另外一个要小心的 就是说那你要看的人 这个投资标的 是不是相对比较抗跌的 比如说它的营运状况 是不是相对比较好的 或者是它所属的产业 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产业 那可能相对的安全性 就会高一些 老师像我们看到的国安基金委员会 今天要持续的开会 势必要盯着最新的股市发展 那财政部的次长吴当杰也说 最快今天国安基金就会决定 是不是要进场 所以国安基金进场 这样子的银弹 真的会拉抬目前的台股吗 可是我们看到历年来 从2000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 国安基金总共进场了五次 真正奏效的只有两次 对 所以国安基金要不要进场 我的判断是 国安基金的委员们 恐怕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那简单来讲 就是国安基金要进场 绝对不是看到它跌就进场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股票市场是不是已经失去了 就是脱离了秩序了 那如果说它现在是 跟随全世界同样的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它还没有显现出过度恐慌的情况的话 恐怕它只是被授权 随时可以进场 但是会不会马上进场 恐怕都在未定之天 那恐怕国安基金另外一个要考量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像瀑布一样的狂蟹的话 你现在拿着一个小水桶要去接这个水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恐怕国安基金要先考虑这件事情 就是它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讨论的 它是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像一个亚洲金融风暴 正在酝酿中 而不是已经准备结束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恐怕在互盘的同时 恐怕要非常小心避免自己受伤了 那这些种种的变因 都会告诉我们说 国安基金是不是在短时间之内就会进场 恐怕还是不见得的 虽然说这个行政院昨天召开会议 只是说国安基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场互盘 让这个市场的恐慌卖压稍微收敛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刚收盘的美国股市狂泄成这个样子 今天台股是不是 我们这个走势大概会怎么样呢 我想这个非常清楚的 跟着联动了 联动的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明显 你看上个周末黑色星期五 整个到了礼拜一 亚洲整个就反应过来了 那亚古的带动力 这个美股的带动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特别是美国的经济 现在还是在全世界距离笼稠的地位 它的影响性 当然比中国有的时候还要来得更大一点 就是说有的时候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下跌 反映的是它的经济不好 如果美国的股票市场下跌 反映的是美国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疑虑的话 恐怕这个对信心已经比较不足的亚洲国家来讲 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警讯 所以今天这个开盘的情况 如果不是有非常强的护盘力道 恐怕下跌是在所难免的 是 老师如果是真为政府 难道就这样子看着股市下跌吗 就是现在政府也推出很多旧市的措施 到底有什么措施是比较有效的呢 还是其实就放任市场机制 简单来讲 我们这一次的衰退 跟08年的金融海啸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刚也提到了 08年的金融海啸 它比较纯粹就是一个金融面所产生的 不景气的现象 那在那种不景气的现象 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反正钱就拼命丢下去就对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从08年留下来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会崩得那么严重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在过去这几年之内 每一个国家都堆积了很多的泡沫在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有堆积泡沫呢 简单来讲 还是因为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各个国家为了救市 拼命投入的那些 无论是公共支出的钱 或者是宽松货币的钱 全部都丢在那个地方 所以今天要去救 那现在变成棘手的问题 就是你即使救得了金融面的股票市场 恐怕你现在实体面的经济 恐怕也不太好救 所以在政府要救市的时候 恐怕得分两个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纯粹从股票市场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先去判断的是 台湾的股票下跌的情况 是不是异于 就是跟其他的国家有所差异了 就是比如说跌的比人家都深了 那跌的是有点不合理的 跌的有点很多的突婴 而市集要抢劲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政府就应该要比较低的去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它整个衰退的幅度 跟全世界其他的股票市场 大概相差差不多的话 我们就会相信 它一定是一个世界市场联动的力量 在带动着股市的走动 那如果是这样 恐怕用政府自己的力量去救 恐怕也是躺币党局 恐怕不见得是非常有效的 那倒是从实体经济层面 长期来讲必须要考虑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受到这么大的冲击 甚至被列为所谓的麻烦事果 什么叫麻烦事果 就是当人民币在贬值的时候 我们受到的牵连是很大的 会至少带来很多麻烦的十个国家之一 那就表示说我们的实体经济层面 也必须要去做一些改弦更张的事情 那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过去为什么会受到中国的牵制这么多 包含了我们现在生产的东西越来越接近 那他们所有的红色供应链正在取代我们 包含了他们都用量产的方式 来营造他们的经济成长的驱动力 那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回头想一想 如果要去跟他比量产的话 恐怕是很难比得过他们的 那我们在整个改革或者是政策方面 除了股票市场以外 在实体经济层面我们是不是得想一想 就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的产业是不是应该更多元一点呢 我们供应链是不是应该更完整一点呢 那我们是不是生产的东西应该要 附加价值高一点 而不是靠着过去量产强单的方式来做呢 是不是这样子会比较避免 比较容易去避免外在的冲击呢 所以这些反而是政府的政策方面 在长期上来讲 应该要更积极开始做的事情才对 就是把我们的产业体质做得更健全 更有未来前瞻性 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不然现在都有一句俗话说 台湾的科技产业毛三到四 就是我们的毛利实在是降得非常的低 那我们怎么去营造台湾的对外竞争力呢 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长期性的隐忧了 今天连线到的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 邱俊荣 邱老师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拜拜